这里是上海老区围墙上的涂鸦作品 然而快速的经济发展 以及老区的改造拆迁 给这些艺术作品带来威胁 几个月前 这些漂亮的带点伤感的作品 出现在上海的一些废墟中 它们是法国艺术家朱利安·马兰 和当地的中国艺术家施政的作品 刚开始 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几天前 一份中文报纸刊登了这些作品 自从报纸登了这些作品后 引来了许多参观者 一些摄影师 甚至一些要结婚的新人 也希望在这些作品前拍结婚照 但是地方政府以安全为由 清除了这些涂鸦作品 公众对此感到很气愤 一些网民认为 政府的安全理由可能是借口 虽然这些涂鸦作品 并非有明显的政治性 但还是勾起了人们对拆迁的一些伤感 这位老者说 我的家被拆迁了 我搬到了郊区 这些图画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 让我感到很亲切 公众对当局做法的不满 也凸显了专制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即使政府真的是为了安全着想 也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太专制了 BBC记者沙磊从上海报道